当时这里的定位是传林波就是说东部新城这边给我们的正面宣传就是说 东部新城就是江东板块的第一备案价的楼盘而且就是说第一高单的楼盘 备案价增价是多少 备案价增价是48000多 陈先生说买房前销售介绍江万府和昆吾是江山万里系列中最高端的两个产品 当时很多业主去看了江山万里昆吾这个楼盘的房子 很多业主都我们都接过去看了之后才到这边来买的 昆吾给我们看到的感觉就是房子不错 就是看上去围墙啊各个方面包括整个包括喷泉啊什么之类的看上去 就是说那目前林波来说数一数二的 所以说感觉就没有什么犹豫就直接买了 随着交付日期临近小区的样子已经逐渐成型 业主们发现就目前看得到的部分 比如小区西侧的围墙来说和之前介绍的最高端有差距 业主们形容江万府的围墙是简陋 我们的围墙呢其实呢都是一个老的工艺的 就是先把那个那个栏杆装好 然后在后面喷漆的 这个是已经很落后很落后的一个工艺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这个柱子中间间距这么大 这个只能就是一个围栏不能叫围墙 被拿来对比的江山万里昆吾的围墙是怎么样的呢 记者去实地看了看 但从外表而言确实比较气派 昆吾的一个围墙它基本上都是那个实体墙 然后穿插那个就是那个围栏相结合的 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像我们这种敞开式的 江万府楼盘的售楼处已经拆了 业主们赶到了江山万里的一个营销中心 这里正在售卖江山万里系列的新楼盘 开发公司一位陈总出面接受了采访 围墙是否符合它这个高端楼盘的定位呢 我认为没有问题啊 围墙围墙有什么不符合 围墙为什么会不符合 我觉得很奇怪 对 然后用的材料是什么 食材 然后材料加上那个什么栏杆 什么材料 栏杆应该是镀芯的 具体具体那个就栏杆我不知道 应该应该也是防锈的那种材质吧 叫围栏 那么柱子是所有柱子都是食材的 而且是每根柱子上应该它设计 也是有一些灯光啊什么效果 在场的业主表示 在小区设计宣传图上 食材占围墙的多数 但沙盘的设计跟宣传图不太一样 栏杆变成了大部分 业主认为西侧围墙比沙盘还不如 其余几个方位的围墙 目前还被围栏挡着 不好做比较 开发公司的陈总认为 他们的成品是参照沙盘的销售模型来做的 并没有减配 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项目的定位 也是按照这个高端在做 但是比肩或者定位差不多 并不代表它所有东西都必须是一模一样吧 因为两个楼盘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昆雾是什么 是新古典风格 那个我们江万府这个项目的设计风格 是偏现代的风格 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景观东西还没出来吧 金装修还没出来吧 我的地下室也是可以说一出来之后也是非常惊艳的 业主们表示陈总的回复和之前开发公司发给他们的答复信意思一致 对于这样的回复他们不能接受 表示会进一步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